首相慕尤丁在加入土团党之前 曾经是巫统的第二号人物 并且官拜副首相兼教育部长 第一位仅次于当时的首相纳吉 那在2015年1MDB丑闻爆发后 当时慕尤丁因为多次公开批评纳吉 要求他辞职 而先后被割除了官职和党职 但是风水轮流转 纳吉在509大选下台之后呢 如今被多宗官司缠身 而慕尤丁则是透过组建国民联盟政府 登上了权力巅峰 如今两人从宿敌再次变成了队友 纳吉又会怎么看待这位 跟他关系微妙的新首相呢 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出任首相 饱受各方抨击 但前首相纳吉认为 既然一切已成定局 大家应该要给慕尤丁一个表现的机会 虽然慕尤丁已经宣誓就任 但下野的西蒙已经摩拳擦掌 准备要在国会复会时 向对方发动不信任动议 当没问到西瑞的死对头 可否挺过这场挑战时 纳吉是显得信心十足 至于昨天已经在首相办公室 打卡上班的慕尤丁 今天同样也是行程满档 早上九点 他先是听取了财政部和经济部官员 历时两个小时的汇报 接着在早上十一点 与一众卫生部官员会面 听取有关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汇报 到了下午两点半 则会见了联邦直辖区宗教司祖籍菲里 国民联盟上台之后 其中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 落在了新政府会不会延续 前朝西盟政府所制定的措施 慕尤丁今天在出席了 跟财政部和经济部官员的汇报之后 首相办公室随后就发文告表示 慕尤丁已经指示所有的政府机关 必须严正看待 并且尽快落实2020年财政预算案 跟上个星期宣布的 经济振兴配套里所采取的措施 另外慕尤丁也叮嘱官员 在开销方面必须要更加谨慎 还有减少浪费 以确保国家的财务状况保持强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